大家好 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Tiger 那么我有8年的软件开发经验 擅长互联网的应用程序开发 那么成绩呢是 在这个从2010年开始的主要是从事这个软件项目的培训 那么所带过很多的这个毕业大学的毕业生 那么现在的很多学生呢都在这个一线的企业里面做这个工程师 有些学生呢是 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技术主管部门 任技术总监技术经理 还有些现在是自己创业 做这个IT行业的这个 公司 都还是非常不错 那么今天这一讲呢 我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的项目 就是麦子商城的项目制作 那麦子商城的项目制作 对于特别是有 这个有 自于从事这个互联网程序开发的同学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 那么可以让我们更深层次的去学习商业网站的开发 他的一个基本的步骤 基本的流程 需要掌握的一些技术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课件 那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思维导图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对于这个项目 麦子商城的这个 背景 我们先了解一下 虽然我们是为了更好的让同学们能够深入的去理解 去掌握 商业网站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标准啊 一个设计的一种模式 熟悉掌握这个开发的一个基本流程 那么特别 做制作的一个这个电子商城呢 这样的一个网站的前端来供大家的学习参考 那么电子商城在我们整个 啊 it 行业当中呢 可以说是起着一个 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 其中啊 对于中国 来说啊 有很多非常著名的一些 这个电子商城的网站 这里呢比如说有京东 有中国购 繁克 还有一样 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还有新弹新弹商城 但新弹呢是美国 美国的一家那个电子商城 这里呢我们有学生现在在里面做技术 这个开发 这是一家外资企业 还有一些其他的 其实我们的学生呢就是 毕业以后 学习了这个相关的程序开发技术 以后呢也可以进入到这些 啊 这些非常著名的这些公司呢 去 工作啊 那么从事这个技术的一些 维护开发 啊以及 相关的一些工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 所培训的对象 第一个 就是 我们的同学呢 要有一定的 HTML基础 也就是说 啊 在学校里面呢 你至少呢要学过啊一些基本的标签 比如说DV标签 啊 Table标签 或者一些基本的空间标签 比如说Input 啊 Imagine 这些图片呢 这些基本的标签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那么对于CSS基础呢 要有一定的认识 也就是如何通过 CSS呢 去修饰 一个容器 或者修饰一个空间 这个呢要有一定的了解 当然呢 就是说了解的程度 但这个都不是很重要 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会详细的给大家进行讲解 然后第二个 就是 我们的这个学习的同学 一定呢 要对前端的开发 要对我们互联网 这个开放呢 要有一定的热情 因为学习课程 需要呢 这个持之以恒 特别呢 对于我们这个视频课程的学习 那更需要呢 有这个强大的意志力 好 那这个 第三一个 就是有 自于从事 webo 互联网 开发的学员 那么有自于从事 这一块的学员呢 实际上就是说 包括 就是说布广呢 就是我们出来 一定要做前端 那有的同学呢 说我现在学的是 donate技术 就是 sb.net 有的同学说 我学的是 php技术 有些同学呢 可能学的是 java java webo技术 那么这些技术呢 只要是涉及到互联网啊 的这个开发的学员呢 都可以来学习咱们这个课程 那么如果你想在这个 啊 这个it这个行业当中呢 走得更远啊 从事的这个岗位呢 更高 啊 更高级 那么我希望呢 就说大家还是可以多掌握一些知识 啊 好了 那么第四个 我们培训的目标技能 这里呢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培训技能呢 主要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个 就是 我们要能够利用这个div加css 编程模型实现网页的 啊 编排布局 那么div加css 啊div呢 是个容器 css呢 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所设的这个成定样式表 我们通过这个容器和成定样式表来实现我们这个网页的布局 那这里呢会涉及到一些编程的思想 那这个呢我们后面再会详细给大家进行讲解 那第二个要能够利用css技术对页面进行精准修饰 那么这个精准修饰就包括 比如说啊颜色啊 大小宽度啊 等等 要达到我们基本效果图的啊 一个效果啊 不能说好像是可能是 大概啊 是这样 这样呢就啊 不能最后我们 做出来的这个 成果做出来的这个页面 我们就不能够啊 拿到商业的级别当中去应用 那么要做就要把它做好 那第三一个 就是我们要掌握这个gs的一些编程技术 那么做前端也好 也还有就是我们以后呢做互联网的应用程序开发也好 js 技术那么是 必须要掌握的 那js 技术呢 它包含了一些基本的一些比如 加斯克的编程技术 还有一些前端的这个加斯克的一些 框架技术 那么我们会在这个课程当中通过加斯克的编程来实现啊 这个前端页面当中的一些基本的 简单的特效的实现 那么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电子商城的一个购物网站 电子商城里面呢也包含了很多数据的传递 那么对于数据的使用啊 比如说我们买一个东西啊 他有单价他有数量 对不对 然后他最后要算总价 那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也可以了通过前端 js 来实现 对这个数据的一个简单计算 那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通过我们的这个 应用程序传递到这个服务器端就进行保存 当然呢 就是我们 就说作为这个前端工程师 要实现的这个功能 就是把这些技术 啊 掌握 加斯克的技术呢 不管 你以后是从事加网开发 还是web 还是这个 p hp 还是 sd net 那么他都用得着 都用得着 因为加斯克的本身也是一个跨平台的 啊一门技术 然后第四个 就是我们要掌握啊 gcray的这个框架的使用 gcray呢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前端的框架 啊他非常的 这个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啊 而且呢他里面也集成了很多 这个功能 好 这个大家下来呢 我们会在实际的这个课程讲解 过程当中 去给他进行 啊 一步一步的讲解 那么最后一呢 就是我们培训的目标就是要能够啊 独立的去完成一个页面的布局啊 成为一个准前端工程师 当然作为工程师呢 我们需要大量的这个工作实践经验 啊 要能够不断的去解决在我们工作中啊 发生的任何的一些啊 技术上的问题 啊 那么我们的学员呢 可能有的同学啊 还是啊 大学生 那可能呢 项目经验还比较匮乏 那所以说我们呢 啊 可以先从这个程数 程序员 啊 或者编程的这个技术人员开始 然后不断的去啊 总结不断的去啊 做一些实际的案例 来丰富自己的工作经验 那么使得了我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有一些就比较啊 熟练的这个变成技术 那么你走到企业里面去的时候呢 去面试的时候那么 非常受企业的欢迎 而且你的薪水呢 也更能够拿得很高 那可能呢 有的啊 这个 同学啊 可能也听说过 有些师兄啊 师姐啊 也在给大家说 啊 就是做这个 程序啊 有的同学出来工作一年两年 那工资呢 啊就从原来的一千两千啊 涨到了五千六千 甚至呢 有些能够啊 拿到上万的工资 那么这个就是与他的这个技术 这个经验啊 是分不开的 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工程师而言 或者对我们这个啊 程序员而言 你写的代码量越多 那么你离工程师啊 就越啊 越近啊 那么你能够拿到最后拿到的薪水呢 就越多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简单的来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课程的介绍 那这个课程呢 他主要啊 我在这个课程当中 主要给大家规划了以下几个模块 第1个是首页面的模块 第2一个是产品列表的模块 第3一个是产品详细页面的模块 那么首页面呢 他包含了很多的内容 他实际上把前面所有的 这些模块的 啊 内容呢 都基本上包括进来了 除了就是购物车 那么首页面 他实际上 主要因为我们是B2C的电商城 他主要是提供了 这个商品的信息的一个展示 商品信息的展示 他里面可能分为了很多 比如热销产品 最新上市的产品 等等等等 有很多啊 类型 啊 还有一些比如说啊 推荐的一些商品 那么产品列表的模块 比如说我们选择了某一类的商品 选择了某一个品牌的商品 那么你点进去以后呢 他能够啊 以一个列表的方式 那个我们展示出来 就是都是这一个品牌的商品 那么我们可以呢 进行一个详细的选择 那么点击到某一个商品以后呢 他进入到详细的商品页面 那么详细的商品页面 它里面呢 就包含了啊 这个商品的一些详细的图片 啊 一些详细的介绍 哦 还有呢 就是用户的一些反馈 哦 等等等等 那么这是商品的详细一面 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个电子商城而言呢 这是必不可少的几个页面 当然了 对于电子商城而言呢 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是购物的一个功能 购物 那么我们这里呢 给大家来设计一个购物车 那这个购物车啊 它里面就包含了我们能够去把这个商品呢展示在这个购物车列表当中 而且能够根据我们用户的需求来不断的修改这个商品的数量 哦 那根据它的单价去计算出它的数量 如果你买的是一个商品 那么去计算它的总价还非常好计算 那就直接用它的单价去乘以它的数量 就得到它的总价 那么如果我们买的是几个不同类型的商品 那么我们还需要去实验计算功能 那这个计算呢相对说就比较复杂 但不管怎么复杂 它实际上都是一些加减神除的印算 那么说到这里可能有的同学说 哦我们编程的听说啊 需要有良好的这个数学的这个功底 这个呢 我可以说这个数学功底呢 肯定要有良好的数学功底 我们编程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逻辑思维的一个 培养 一个展示 那么在编程当中 特别是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 软件来说 那么这里的这个功能呢 一般的涉及到计算的功能 可能呢 更多的就是一些加减神除的运算 这这比如说加减神除的四则运算 那么这些呢 实际上都是小学的知识 也说我们 能够把用户的需求搞清楚 然后呢再结合这些 我们学过的这些 计算的功能呢 就可以去实现 这些技术了 实现这个功能 那么后边呢 还有这个报价单的模块 这也是一个列表 然后呢 还有就是 结算 最后就是结算的模块 还有就是用户登录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 需要给大家一一去实现的 也是手把手的去实现 所以说同学们在学咱们这个课程的时候啊 可以呢 就是编 打开一个 这个网 打开一个这个 IDE的编程环境 然后呢一步一步的跟着我们这个课程来进行学习 一步一步的来做 这样是 可以的 然后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线 然后请我们的老师来帮助大家来实现 那这里 我们还是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几个效果图 这里呢我们把这个效果图呢已经准备好了 嗯 我们麦子商城的手页面 但这里呢 那这里呢 是这个 作为教学的一个案例啊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这个效果图 然后放大一点 这个呢可能大家平时呢在淘宝也好 惊动也好 上面呢可能都经常会看到类似的网站 那么这个网站呢看起来哈 非常的复杂 啊 非常的复杂 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内容 那我们之前呢给大家也讲过一个 企业门户网站的设计 那么这个网站的项目的这个功能模块呢 那就比之前的那个门户网站的功能模块呢 就更加的复杂 更加的强大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呢 作为学基础 选择之前的那个项目呢也可以 这个课程也可以 选择现在这个电子商城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课程 因为这个课程呢更接近于我们的这个商业 一个模式 它也具有很大的商业 价值 那么比如说 我们 以后 出去面试的时候 如果有那个 技术部门经理或者老板呢问你 做过哪些项目 你说我做过电子商城的项目 老板呢都会 都会对你了另眼相看 那之所以就是我们把这个项目拿出来供大家学习 那肯定是非常具有含金量的 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结构哈 首先 啊 这个logo 还有麦子商城 这几个字呢是我们自己呢下来设计的 这个呢有这个爱好的同学呢可以自己呢去设计一下 啊 也可以设计你自己的商城对不对 啊 也可以设计你自己的商城 比如有的同学其实很有想法哈 就是说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大学四年 啊 然后可以 就说自己呢下来做一个 网站 然后呢 来开始创业啊 其实很有自己的想法 非常不错 年轻人就应该有梦想哈 好那么我们这里呢 来看一下 下边呢 这里呢是导航 好 然后这里呢有个用户信息的模块 那这个用户信息呢 这里有注册和登陆的这个功能 如果已经登陆了 那么这里呢就应该是有用户的一个用户名 啊 比如说某某某你好 啊 然后购物车它里面有相应的数据 但这个数据呢不是我们现在把弄上去 这个数据呢是由我们的这个程序员 啊从数据库当中提取提取以后呢 然后把它绑定在这里 那么我们作为前端的 设计师啊 前端的工程师呢 只需要把这个界面啊 通过这个网页编程的模式 通过DAV加CS是把它设计出来就可以了 这里面有几个亮点 比如说这里呢有一个 这个动态广告啊 这个轮换图片的广告 那么这个 这个轮换图片呢 这一块 啊我们可以呢通过这个 课程呢 来给大家讲一讲 如何 通过DAV加CS来实现 然后其他的 主要是一些图片功能的展示 我们又称之为图片列表 那么这种图片列表的实现 该怎么去实现 我们会在实际的课程开发过程当中 来给大家进行讲解 这是首页面啊 非常的内容的非常的丰富 但是呢 实际上啊 他的结构呢 其实还是比较的中规中矩 比较的简单 比如说这里呢 一个模块 中间一个大的模块 左边呢 又是一些模块 对不对 最后呢把这些数据呢整合进去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页面 那么这里呢 有个产品列表的页面 产品列表 它主要是对这一类型的产品的一个展示 好了 大家看一下 那么对于这个产品列表里面呢 它里面 嗯 它里面有一些网站推荐销量 哦 还有这个 价格 啊 等等 这些是排名的方式 哦 那么这边呢 有一些类别的一些列表 然后这边呢 主要是这个产品的一些展示 那么这些功能呢 我们都可以通过DIV加CSS呢 来进行实现 好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购物车 这里呢 我就不一一的去列举了 好 有很多哈 这个购物车呢 也是我们整个项目当中的一个亮点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课程啊 这个商品名称 然后买了以后 我们用户呢 要可以从这里去输入数据 然后输入以后 他可以能动态的改变 这里的数据 那这个我们可以使用 JAScript 啊 在前端来实现 这也是我们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个亮点 那么有的同学以后啊 他可能 出了大学毕业以后 他进入的公司 他并不是做网站的公司 他有可能是做系统软件 或者一些功能软件 比如说啊 常见的一些管家婆啊 这样的一些 这个 财务软件 那么这里会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数据的一些 啊 处理 那么我们这里能通过这种方式啊 大家也可以掌握这个webo 当中是如何 在前端对数据来进行加减省除的运算 那这里呢 还有其他的页面 我把这个效果图呢 全部把它打包以后 上传到我们的这个素材当中 大家呢 可以下来自己呢 去详细的去看一下 我这里呢 就不再一一的去列举 那么回到我们的这个课件 大家看一下 最后呢 需要大家准备一下我们的开发环境 我们的开发环境 非常的灵活 首先呢 大家呢 可以去下载一个Dreamweaver 那我这里呢 给大家讲解的时候使用的是Adobe Dreamweaver CS6 这样的一个版本是比较新的一个版本了 然后 有的同学说啊 我现在呢 在学校里面我们教的时候 教的是SB.NET 那你可以使用VS 2010或者2012 或者2014 或者2008 这个版本不是很重要 他只要能够实现这个网页编程就可以 那么有同学如果在学校里面学的是Eclipse 那这样同样的可以使用Eclipse的这个IDE 就是啊 这个编程环境来实现 好 那么这里呢 大家下来可以自己去安装一个Fireworks的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呢 是对图片的一个简单处理软件 Fireworks 网页三件课 那么如果有同学说啊 我 嗯 比较熟悉的是FooShop 那FooShop也是非常不错的一块啊 非常经典的一块这个图形 处理软件 这个大家下来呢 都可以自己去安装一下 那接下来呢 就是其他的一些文 这个文本编辑器啊 及IDE都可以 只要能够实现 我们的这个 呃 这个网页的编程啊 其实呢 真正的高手啊 就是我们 啊有时候做一些网页 我们直接用一个计时板 啊直接用一个计时板 然后呢 就可以 编写网页 最后呢 把这个 这个后缀名把它改成.html 它就是一个网页 哦 然后 其实呢 所以借助工具 借助这些好的IDE编辑 啊 编辑工具 其实目的只有一个提高工作效率 提高工作效率 然后建站 那这里呢 建一个demo 啊 说 那么 既然这个网站呢 打开我们的这个ID编辑环境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 文件 一个文件 那这里 建站点 可以建站点 或者呢 点击这个 上面这里 可以新建站点 我们这里呢 先建一个站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比如说 这里呢是 这个 My B B 2 C My B2 C 然后把这个路径 放到我们 当前这个项目的 这个路径下面 好 这里打开 啊 我们的这个 站点 那这里呢 你可以 新建一个文件夹 新建一个文件夹 啊 那他最后呢 打开 选择啊 选择 然后他就 啊 后边这个站点呢 就会把这个 相应的文件呢 保存在这个站点下面 OK 这里呢 就这个站点就新建好了 那新建好以后 你就可以在里面的 新建页面 新建页面 然后双击 这个页面呢 就可以呢 开启我们的这个 项目制作的 第一步 好 那这个大家下来呢 自己去熟悉一下这个 建站的过程 好 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这一讲呢 就先讲到这里 好 大家下来呢 可以先做一下相关的准备 啊 好 我们下一讲将正式给大家讲解这个编程的实现 啊 一步一步的带着大家去实现这个B2C的电子商城的前端页面 再见